有关于我们现在的现主席这种的雅铃酸胛 不管说是有打开没打开 在这种经营专业之下 它会等会放滑骨 会不会失效呢 这种是这样 我们听说到雅铃酸 以前的雅铃酸 因为这种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就是刚才有问题 以前根本没有所谓雅铃酸这种 大家没有去注意到 所以你在这东西在用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些 所以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但现在知道雅铃酸其实效果还不错 目前就是非农药 你说它多好用 当然是骗人的 包括我们在提供 我也跟你说 你说这比農药好用 不会 这真的不合理 但是你说在预防疫病的效果里面 我敢说它没输農药 这种非农药防治的方式 这样就已经算很厉害了 含農药可以留到有毒 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好朋友在用这些东西 一定要小心 就是说要去了解到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这都是一个中性化的雅铃酸 那么 它要有效果就是雅铃酸的一个 就是说雅铃酸的一个尊财 尊财的这个问题 那么目前就是说 并说你打开 你打开 那么你不要淋水 你如果淋水就不行 并说你打开不容易 你再把它塞起来 用多少 淋多少 不能淋一堂大堂在那里 我们基本上是不会这样 就是说你原意把它保存 这样开开 可以保证你24个月内 它其实雅铃酸根是不会衰退的 你如果没打开 可以5年 并说你没打开 就在那个罐子里面 大概在5年 这个是没有什么 雅铃酸的节节衰退 这个很低的 为什么有这种 这个就是 我都跟你说过 这种东西 以前咱们 比如说 大家去了解到雅铃酸的时候 那么第一代的生产品 就是雅铃酸 青氧化学 自己沿 渾渾渾渾渾用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雅铃酸不稳定 因为这个渾渾渾渾用 加上你用这个雅铃酸 用青氧化学 都强酸强解 这种东西操纵 有于尊财性 这个东西在保存 那麼有時候比例也不太好 例如說你在剩下跌 一邊的跌跌減減 所以變成他最多的一個不穩定 他在用的時候 他有他存在一個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做這個單劑型 所以很早就有這個單劑這種東西就出來 就是說他把這個亞磷酸濃稍微 在以前我最早我接觸到的時候 十幾年前 那麼這種東西濃稍微 這個亞磷酸的效果 其實都會減退 就是說他 其實這個秋香也知道 人家在做這種東西 因為也不是只有 人家不是傻瓜 他也看著說對 這個亞磷酸 很快就會氧化 所以他就去找到一個用什麼東西 可以去穩定 讓他比較不會氧化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在這裏會去加一些東西 現在這個東西加下去 又對這部分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行動的這個當中的 有這種的一個商品 所以現在這個單劑型的 你看這個亞磷酸 以前就有了 但是以前的 都說他很不穩定 但是現在這種 我們實際去了解過了 那麼也去驗證 譬如說他的單劑混合 因為他這種 他的一個這個添加的東西 其實是 是不簡單的 所以人有這種研究 這個技術在這裏面 所以你在營的時候 大概你打開 不要把油打水底 打開大概24個月 大概兩年是沒有問題的 你如果都沒有打開 3到5年 這基本上3年絕對沒有問題 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5年都還不會失效 這在試驗裡面是這樣的 那麼你也可以 如果是有方便 譬如說這個機會很少 這東西 第一就是說 我們希望大家知道 這個亞磷酸 我們有這個新的東西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沾落後 這個實在是看到心會慌 很多好朋友說這落後 作物行動不好 要噴這個庄民肥也很有 那你就用協力網 它能夠增強它的抗病性 它本身就是一個松樹提取物 就是一個分類 那這東西就類似 荷蒙的前驅物質 可以去修復 更何況它是天然的這東西 那麼這用在這個作物的 這個管頂的時候 它最多的一個溫定 很方便使用 這是我們 一直希望 聽眾朋友能夠多多去接受它 就是說這個東西確實是很好 那麼 其實是這個得力 這是讓我們聽眾朋友 稍微做個了解 做一下參考一下這樣 好 這個 保存的問題隨時 如果什麼 不了解都可以跟我們 進一步來看這個探討 因為我們有一個人 在這裏 但是我們在這裏 那個刀子 在這裏 我以為 就來 我以為 我以為 我們 在這裏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